大家好,我是股市永胜 今天的大盘收盘的时候 大跌了超过200点 王良曾经告诉过各位 这个盘跌破了1040点 跌破9880点 跌破9700点的时候 王良会持续的一天接了一天 一档接了一档 带会员下去放空 对不对 而且在过去的三天 包括今天 王良每天都带会员放空一档股票 而且所放空的股票都是赚钱的 而且我相信 这是你们每一个人都想要的 集中跟快速的操作 对不对 趁现在还有行情 在今年结束之前 王良认为还有行情 所以请大家要把握住 放空股票最好赚 赚最多也能够赚最快的一段 王良明天同样会放空一档股票 王良放空一档股票的目的在哪里 当然是希望大家能够赚钱 而且是集中 而且是快速的赚钱 对不对 请你们再看下去 今天这个盘跌掉了232点 大盘跌了232点 跌到了9684点 前面我俩所说的10040 9880 9700 我问各位 有没有全部都跌破 对不对 大盘跌了232点 你知不知道 在过去的一个礼拜 王良最得意的 王良觉得最骄傲的 最重要的是什么事情 今天大盘大跌 我相信有很多人的股票都跌停满 而且别人的股票在跌停满的时候 是赔钱的 对不对 王良能够在股票跌停满的时候 告诉会员 把放空在41块8的强貌呢 趁股票跌停满 大赚的时候 把空单回补 这一波的强貌 可以说是跌的相当多 对不对 每个人在跌停满的时候 都是赔钱 但是王良的会员 却能够赚钱 却能够在跌停满的时候 把之前所放空的股票给补掉 我跟各位说 这还不是让王良感到最骄傲的事情 王良最骄傲的 我认为过去的一个礼拜最重要的 是我能够去处理所有的会员 他们在过去一段时间所套的股票 也许我能够在处理的时候 不见得每个人他都心甘情愿 对不对 可是我相信他们今天 一定会比出一个大大的战 对不对 你们再看下去 11月29号 大盘来到1万点 我在节目当中告诉过各位 我请会员在1万点的时候 市价出清多单 我在节目当中 把这一通coaching念给大家听 对不对 跟你们说过 这一波大盘已经反弹一个月 那大盘当时上涨100点 指数在1万点附近 手上有多单的会员 市价出清所有多单 那这个盘接下来呢 在1万点把多单清掉了之后 我跟各位说 他只有在涨一天而已 对不对 结果呢 今天跌到哪里 跌到了9664点 你需不希望 你能够在1万点附近 把你手上的多单 全部都卖掉 有很多人在过去的一个礼拜 过去的一个月 下去买股票 下去追股票 结果到今天呢 很多的股票跌停满 到今天呢 很多人是赔钱的 对不对 王良在会员出的股票 我告诉各位 今天大盘跌掉了200多点 王良当时所承担的压力 王良当时的一个用心 我告诉各位 在今天呢 终于有了一个最大的回馈 不管你手上有什么样的股票 不管你之前套得多深 不管呢 这些股票过去的一个礼拜 它是涨还是跌 最重要的是 王良帮助你们 把问题给解决了 对不对 而且呢 我跟各位说 今天大盘跌掉了200多点 不管你手上有哪些股票 在1万点之上的时候 你如果有大力光 你就去卖大力光 对不对 大力光呢 跌停满 你如果有国具 那你就去卖国具 国具呢 今天跌停满 王良告诉会员 你要出清所有的股票 对不对 华星科跌停满 大力跌停满 在1万点之上 该不该去卖其力薪 其力薪跌停满 接着呢 自保跌停满 我相信这也是很多的散户 你们目前手上的股票 对不对 你想一想 不管是哪些股票 在1万点之上 你下去卖 今天呢 康控跌停满 多少人在过去的一个礼拜去追 过去的一个礼拜去抢 南宝跌停满 对不对 有什么样的股票 是你应该要留的 不只是被动元件 MOSAFI 尼克森跌停满 杰利跌停满 再来呢 大宗跌停满 不管你手上有什么样的股票 王良通通都照顾到 对不对 金鸿呢 跌停满 联雅呢 跌停满 再来呢 可乘 也跌停满 你说在1万点之上 在上个礼拜五 你该不该出 该不该卖 再来呢 阳明光 跌停满 对不对 还有没有 9毫 跌停满 美绿呢 也跌停满 你们想一想 我们帮助到投资朋友 连终于都跌停满 那甚至有些股票 他就算不是跌停 他大跌 我一样带你们避开了 对不对 微软大跌 你手上有油田卖掉 油田大跌 你手上有茂莲 卖掉 茂莲大跌 那更不要说 王良代货员放空的股票 今天跌停满 如果你碰巧 手上刚好有我放空的股票 那王良通知会员 把多单卖掉 你是不是一样卖掉 那股票跌停满的时候 我请问各位 你是不是一点压力都没有 而且我告诉你们 在王良把会员的多单 出清了之后 我接下来做什么 先不要去管 赚的多还是赚的少 最起码 我跟各位说 我这个礼拜 带会员所放空的股票 全部都是赚钱的 对不对 这个市场有哪一个人做得到 每一个人在大盘 涨到了一万零一百四十八点的时候 都跟所有人的一样 都陷入了一种集体的歇斯底里 对不对 可是你们想一想 王良代会员把多单卖掉 有了资金 再来呢 去放空环球金 环球金 今天虽然跌到了三百一十二 没有错哦 王良放空完之后第二天呢 我赚到了就跑 王良做什么我都承认 可是我请问各位 毕竟我还赚到了 你刚刚看到那么多跌停满的股票 很多人是怎样 很多人现在手上抱着跌停满的股票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而再来呢 如果王良去放空环球金 你就把你的环球金卖掉 我问各位 你会不会少赔很多钱 对不对 那王良放空了环球金之后 股票呢 跌了下来 我赚钱补掉 就算他今天还在跌 我跟各位说 没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我一天 是不是做一档股票 对不对 环球金补掉了 再来放空哪一支 昨天王良所放空的股票 是不是神盾 我在节目当中 公开操作 对不对 今天开盘之后 神盾有没有继续大跌 我们是昨天放空完之后呢 股票就刹到跌停满了 是不是 你再看下去 我的环球金赚钱 神盾呢 也赚钱 没有一个人赚钱的速度 可以比我们还要更快 昨天神盾放空在179 181 182 183 通通都有 而且是放空完之后 上车了没有 上车了 空好了没有 空好了 然后呢 然后股票呢 他在跌停满 对不对 谁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神盾跌停满之后 今天呢 开盘之后 杀到又要快跌停满 152 不要跟我说 你放空在180 跌到150 这么短的时间 这么快的速度 这么急动的操作 你没有办法赚到钱 我俩早就准备好 要去放空神盾了 对不对 接下来呢 我们出手 股票就是跌停满 我们出手之后 股票呢 今天呢 就是继续跌 那我俩放空 环球金赚钱 放空神盾赚钱 我跟各位说 一天 我们放空一档股票 一天 放空一支股票就够了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 大家呢 希望要快速 希望要集中 对不对 而这个行情 他如果走空 我问你们 该跟着谁做 才能够赚到钱 今天大盘跌掉 200多点 一下子哦 反弹了 一两个礼拜 对不对 三天 就跌得干干净净 很多人呢 买了一缸子的股票 三天 现在呢 又套了一缸子 对不对 你以为 就算明天大盘涨 能买吗 你以为 就算下个礼拜一 大盘反弹 接下来会创新高吗 我跟各位说 这是一个 不折不扣的空投市场 我要让每天都告诉你们 要逢高减码 而且呢 向下操作 对不对 我一个人 代货员 卖掉了这么多的股票 就你看到那些股票 跌停满 然后呢 有了钱 去放空环球金 赚钱 去放空神盾 赚钱 再来呢 去放空的双红 今天也赚钱 王梁今天 带会员 去放空双红 我昨天就告诉过各位 我现在所做的 一定呢 能够满足你们 王梁 现在是全新 快速的集中空单 在环球金 在环球金跟神盾之后 一支赚完 再接着一支呢 神盾跌停满 对不对 今天呢 再去放空一支新的股票 我相信这个你们绝对有办法跟 绝对有办法赚 请大家要把握住 现在是最好赚 赚最多 也能够赚最快的一段 王梁现在所做的 是全新 快速的集中空单 一天 我跟你说 我们放行一支股票 都够了 是不是 下一个阶段回来 我让各位看看 什么叫做 集体的歇斯底里 什么叫做 放空最佳的时机 我有没有在节目里面 告诉过各位 如果你想知道 请你锁定我的节目 在广告过后 我还有更精彩的内容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你们知道吗 当股票老师呢 最害怕的是听到会员 去问他 老师 我那个什么 跌停板的 要怎么办 老师 我那个什么 买在最高点 现在跌下来了 套牢了 要怎么办 我跟各位说 如果你有股票跌停板 如果你有股票套牢 你千万呢 不要去问你的股票老师了 为什么 因为连他自己 也不知道 要怎么办了 各位知道吗 可是谁能够帮你 节目娘绝对 不会有会员 来问我 王老师 我的大力光要怎么办 今天跌停板 绝对不会有会员来问我 热身跌停板 节力跌停板 大宗跌停板 金鸿跌停板 然后联雅跌停 可乘跌停 阳明光跌停 九豪跌停 然后呢 美绿跌停板 终欲跌停板要怎么办 我告诉各位 绝对不会有会员来问我 这些股票跌停板要怎么办 为什么 第一 我来根本就不做多 没有在买股票的 对不对 跌停板 只有很开心而已 就像你看到 强貌跌停板 我就把它补掉 对不对 就像你看到昨天 神盾跌停板 我们是怎样 大赚 对不对 为什么 不会有会员来问我 这些股票怎么办 因为我都已经帮他们解决了 都已经帮他们处理了 对不对 王良忍辱负重 一个人承担这么大的压力 我曾经承诺过 每一个人 你们的多单 我会帮你处理 我会在一个适当的时机 来告诉你 把手上的股票卖掉 各位知道吗 有哪一个股票老师 他愿意这么做 那不是我带你们买的 对不对 你再看下去 11月29号 王良告诉会员 市价出清多单 那个时候大盘在哪里 那时候大盘呢 还在1万点 王良高速会员 大盘已经反弹一个月 涨了100点 指数在1万点附近 手上有多单的会员 市价出清所有多单 对不对 结果这个盘呢 我跟各位说 涨每两天 已经破底了 已经跌到了9664点了 你觉得9664 9616 9400 有差很多吗 我跟各位说 哪有差很多 这根本就还在同一个空投市场里面 对不对 如果你在大盘涨到了1万点之上 你把你所有的多单都出清 你听到我娘去放空环球金 你就把你的环球金出清 我请问各位 今天大盘跌下来 这些股票跌下来 你的心情呢 一定是如释重负 你的心情呢 一定是相当的轻松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帮你们承担了这个压力 承担了这个责任了 对不对 当大盘 在礼拜一 涨了多少 涨了249点的时候 我告诉过各位 我接下来每天要去放空股票 对不对 这个多空的天平呢 他已经怎样 倒向我这边了 各位知道吗 在情势对王娘有利的时候 我会让会员越赚越多 各位晓不晓得 你们再看下去 我曾经告诉过你们 放空要有价 放空要有量 对不对 还要有市场去陷入一个 集体歇斯底里的状态 王娘有没有在节目当中 告诉过各位 大盘 涨了249点 有没有价 有啊 1668亿 有没有量 有啊 然后呢 有没有陷入集体的歇斯底里 你自己回想看看 礼拜一 王娘告诉你们的时候 你心里在想什么 礼拜一 其他的股票是在做什么 每个人看到 美中贸易战停火90天 看到呢 台股要拼万点 看到呢 这个大户少货带头冲 对不对 看到呢 被动元件 有15党奔涨停 看到呢 美中贸易战停火 是市场的大力多 我跟你说 我娘真的觉得 他是个大力多 可是呢 他是对我的大力多 对不对 对我娘会员的大力多 转折就此发生 我好不容易等到了今天 对不对 你们再看下去 这个盘 涨了249点之后 是不是像我娘所说的 市场陷入了一个集体歇斯底里的状态 接下来呢 跌了54点 接下来呢 跌了166点 跌完了没有 还没有 今天跌了232点 就我娘做空这个行情 你以为 我只是要看大盘 他跌一天 他跌两天 他跌三天吗 如果你真的这么想 你真的太小看我了 我们的会员 为什么能够赚到大钱 因为我娘知道 这一个盘呢 他其实是会跌一段时间的 而在这段时间当中 你要怎么做 才能够赚到钱 就我娘不要跟你们谈 下面美中贸易战 也不跟你们谈川普 也不跟你们谈华为 我真正会去放空 的原因在哪里 八个字 经济呢 会衰退 经济衰退 景气萧条 就这么简单 那你如果要我证明 我跟你说 更简单 我跟你说 实施无薪假的加速 两年来的新高 如果你还不信 我问你 专台湾最大部分是谁 政府啊 是不是 政府基金 在今年的十月份 要输多少 要输六百亿耶 他有六百亿可以输 我跟各位说 会员输个六千块 我都舍不得 各位知道吗 其实当一个散户 你有更大的弹性 当一个散户 你有更大的空间 当一个散户 你不见得 一定要照这些报纸写的 下去做 对不对 甚至于呢 你还可以做空 你还可以决定 自己的方向 这一个盘 我跟大家讲过 涨到了一万零 一百四十八点之后 第一个是一零零四零 对不对 我解盘有没有 清清楚楚 一跌破 再来呢 九八八零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再来呢 九七零零 结果大盘呢 昨天来到九八九五 对不对 今天呢 一次杀到九千六百六十四点 现在是多头 还是空头 如果这个盘现在跌到这里 然后再来反弹了 你真的敢买吗 你真的要追吗 你真的不相信 这是一个长期的空头市场吗 而在我娘代会员 把多单卖掉之后 我跟各位说 我真的希望赶快带会员把钱给赚回来 他们之前做多确实输了不少 对不对 所以要怎么做 资金抽回来之后 我拿一只一只股票下去做 而且我还带全部的会员都下去做 对不对 带所有的人都去放空环球金 环球金 我拿放空完之后 接着呢 第二天 股票呢 跌到三百四十块钱 我赚到了 我补 我呢 心甘情愿 为什么 因为我让会员 把多单卖掉 然后跟我去放空 然后一放空呢 他们就怎样 就赚到钱 对不对 这有没有意义 一放空 他们就赚到钱 就算今天股票呢 还在跌 我跟你说 反正我又不会去买 重点是 我俩补掉了环球金之后 我说过一天 一支就够了 对不对 一天一支股票 快速集中的操作 就是我现在呢 想要带给大家的 如果你说这样子很累 如果你说这样子压力很大 没有关系 这是我娘心甘情愿的 因为呢 我想要帮投资朋友 所以我昨天 带会员放空神盾 我娘真的开始丹江湖 对不对 先放空完环球金 然后去放空神盾 然后今天的神盾呢 从168 昨天跌停满之后 杀到了152 不要跟我说 你看不出 这个市场 谁最会做股票 你看不出 我娘带会员 放空在180 跌到168 再跌到152 这不叫做赚钱 各位要的是什么 我的环球金赚钱 神盾赚钱 我跟你说 如果说就赚钱 今天補 这个强帽也是赚钱 对不对 现在你看看老师 哪一个人敢讲赚钱 这两个字 你们再看下去 我今天开盘去放空 双红 盘中赚下去 盘中就赚钱 对不对 而在这里 我跟各位讲 我现在所推出的 是全新 快速 集中的空单 在环球金跟神盾之后 一只赚完 再接着一只跌停 对不对 请大家把握 我认为现在很好赚 现在是最好赚 赚最多 也能够赚最快的一段 今天节目结束之后 来电的前十年 我明天一样带你们做 我明天一样呢 带你们放空一只股票 放空一只股票 够不够快速 放空一只股票 够不够集中 如果你想跟着我做 请你把握住这个机会 在节目结束之后 拿起电话 来加入我们操作的行列 最后祝大家 未来做股票 都能够大赚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险险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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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